好,我们今天讲第二种时态 现在进行时 也是位语动词的时态 就是位语动词 你要秒 灵活的应用 位语动词呢 就要使用不同的时态 要注意人称数 注意人称数和时态的变化 所以呢 就这个啊 什么是现在进行时呢 就是描述现在正在进行的那种情况 就用现在进行时 比如说 I'm studying now 我现在正在学习 你那个翻译成中文的时候 那个啊 动词前面可以加上正在两个字的 那种就通通是现在进行时 好 I am studying now 怎么构成现在进行时呢 就是把动词 那个位语动词 位语动词呢 这个啊 先加上ing 加上ing之后呢 然后再在前面放上一个是 放上一个系动词就行了 这个系动词呢 还要根据人称和数发生变化 就比如说是第一人称我 然后又是单数的时候 第一人称的单数 就我 我的时候呢 使用m 就不用 不使用意子 也不使用or 对吧 然后呢就啊 i am studying now 就我现在正在学习 Tom is sleeping right now 或者now 就这个right呢 你要也行 不要也行 Tom is sleeping now 然后啊 Tom正在睡觉 Tom现在正在睡觉 这个now是现在 right now也是现在 所以就 现在 Tom正在睡觉 好这个sleep 是那个动词 睡觉 然后呢 加上ing 然后 他前面再放一个系动词 由于这是第三人称单数 所以呢 用意子 所以Tom is sleeping 好 这就是啊 表 怎么表达 这个啊 现在正在进行的情况 就这样表达 ok i am planting cheese 我现在 就这里 你就可以理解到 是正 现在正在 对吧 我现在正在 植树 I am planting 植树 我现在正在植树 ok 这个plant 本来是植物的意思 做名词是植物 plant 然后 做动词用呢 他就是啊 种植 然后这里呢 是正在种植 所以呢 要加上ing 然后呢 前面再放上 系动词 这里 是第一人称单数 所以使用 I am planting cheese ok you are listening to me 什么意思呢 你正正在 现在正在 听 我 对吧 你现在正在听我讲话 听我讲课 you are listening to me ok 你现在正在听我讲课 你现在正在听我讲课 然后这个啊 听呢 是listen 然后是位于动词 对吧 然后呢 加上ing 就是 现在正在 对吧 然后前面再放一个 系动词 R 由于你是第二人称 第二人称说好了的 要用R 对吧 所以呢 就you are listening to me 好 就这样表达的 怎样表达这个啊 现在正在进行的情况 就这样表达 ok 明白了没有 好 现在进行时的否定句 又怎么表达呢 你想否定现在正在进行的东西 你现在不在干某个东西 那就怎么说呢 you are not watching movie 你现在 这里虽然now 那个now 现在没有出现在这里 不用那个单词 我也明白 对吧 因为这个R 是一般现在时 所以就里面含有现在的意思了 然后这个ing呢 又是正在 对吧 所以这里含有现在 这里又含有正在 所以就你现在正在 现在正在 但是说 但这里有个不 就现在不正在 就现在没有 看电影 对吧 这个动词是看 看 电影 movie是电影 you are not watching movie 你现在不是在看电影 对吧 就这个意思 I'm not making jokes 我也是这里是含有现在 对吧 然后这个啊 这里又含有正在 对吧 我现在正在吗 我现在不正在 因为有个不嘛 我现在不正在 做笑话 jokes 是笑话 这里joke 就是笑话 很多个笑话呢 就是加上s 是浮数嘛 对吧 jokes I'm not making jokes 我现在不是在开玩笑 我现在不是在开玩笑 就这个意思 对吧 Jack is not planting trees Jack 现在正在没有种树 现在杰克没有在种树 这个意思 对吧 Jack is not planting trees 那就怎么表达否定句呢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在那个系动词 我们不是说是系动词 加上一个动词的ing形式吗 在他们两个之间 在系动词后面 那个行为动词前面 在系动词和行为动词之间 放上not 放上not就行了 对吧 这就是 You are not watching I'm not making Jack is not planting 对 这就是现在进行时的否定句 就这样造句 明白了 现在进行时 在疑问句 你怎么怎么造句呢 就这样 把那个R 把那个系动词 甩最前面去 别的语续都不变 别的句子成分 都保持在原来的位置不变 就行了 对吧 所以本来如果你不问 如果你不是在问 那就是 You are calling your mother 你现在正在叫 正在叫就是打电话的意思 正在给谁打电话 给你的妈妈打电话 但是如果问呢 那就怎么问呢 你把这个系动词 甩最前面去就行了 所以你就 Are you calling your mother 你现在正在给你妈妈打电话吗 Yes I am 是的 我是 我正在打电话 Are you kidding Are you kidding me Are you kidding Are you kidding 或者说are you kidding 都是一样的 Are you kidding Are you kidding me 就是你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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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玩笑吗 No I am not What is Lisa doing 这是啊 什么东西 这是啊 特殊疑问句 对吧 现在进行时的特殊疑问句 怎么表达 还是像原先一样 先把那个疑问词 你要的 你关心的疑问词甩最前面 然后呢 紧接着系动词 因为这里只有系动词 对吧 这里肯定是系动词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 现在进行时 它必须有系动词 所以呢 紧接着的是系动词 系动词之后呢 那就剩下的就主卫兵按顺序排放 剩下的那些单词就 所以这里是 What is Lisa doing 丽莎现在正在做什么 对吧 丽莎现在正在干什么 She's reading 她现在正在读 对吧 她是她在读书呢 对吧 她在读书呢 所以就那样 在美中文里面就 她在读书呢 那我们也知道 她现在正在读书 对吧 Why are you eating that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 现在正在吃那个 就是你 你为什么吃那个 你为什么吃那个呀 你现在你在为什么再吃那个呀 还是要加个再 那我们才有感觉 你现在正在吃 你为什么在吃那个呀 对吧 也是先把 一个你要发问的 那个 疑问词甩最前面 然后紧跟着是 一个什么东西 紧跟着系动词 然后最后呢 剩下的东西 按主卫兵的 那个正常语序排放 你正在吃那个 对吧 Why are you eating that Because I'm hungry 因为我是饥饿得 好 但是咱们中文就是因为我饿 对吧 就我饿 那个饿呢 就虽然是形容词 就可以直接接在我后面 然后做胃语 在我们中文里面 我是说 但英语里面呢 就不能直接I hungry 然后那个主语和表语之间 一定要使用系动词 联系动词 所以呢 所以是我是饥饿得 因为我是饥饿得 因为我饿 OK 所以我现在吃那个 你不想看见我吃的那个玩意 好 这就是现在进行时的疑问句 那你练习一下吧 对吧 我现在不是在看书 我在看电视 怎么说 I'm not reading 对吧 I'm not reading Reading就是看书的意思 Read是读 我现在不是在读 那就不是在看书 I'm not reading I'm watching TV 对吧 我在看我在看电视 这里中文就都是看 但是但是翻译的时候就英语里面 就你要准确的使用哪个看 对吧 那看就是读嘛 对吧 所以就用读书 I'm not reading I'm watching TV 我在观看电视 坐在那里观看 用watch 所以watching 加上ing 那点 I'm watching TV 然后你在工作吗 Are you working 对吧 对吧 因为就是一般一般一文句 所以把那个什么东西 联系动词甩最前面就行了 Are you working 就行了 你在工作吗 不是我在闲聊 No I'm not I'm chatting 闲聊是chat ch chat 然后加ing之后就是chatting I'm chatting OK 不是我在闲聊 No I'm chatting 汤姆现在在做什么 肯定就是特殊一文句 先把what甩最前面对吧 what is 对吧 那个那个疑问词甩在最前面之后 紧接着是联系动词 所以呢 就what is Tom doing 就完了对吧 what is Tom doing 然后你想强调现在 那就再来个now 就what is Tom doing now 就是汤姆现在在做什么 对吧 这这这就是啊 现在进行时就那样干 好 那个动词要加ing 怎么加法呢 这也有规则 OK 这也有规则 然后普通的动词加上ing之后呢 就那个词呢 就比如说listen 是普通的一个动词听 加上ing就是listening 对吧 listening listening 它是什么呢 叫现在分词 它也是一个单词了 这个单词呢 叫现在分词 是listen的现在分词 listen的现在分词就是listening OK 明白了对吧 offer的现在分词是offering 就这样普通的动词呢 就直接加上ing就行了 offer变成offering open加上ing之后变成opening start变成starting followed变成following demand变成demanding enjoy变成enjoying buy buying study studying studying trying trying对吧 各自是分词成中文什么意思 听 listen是听 offer是提供 就那个叫做什么来着 愿意出愿意给你就给你提供给你 主动献给你给你就是offer 然后open打开 start开始follow的折起来就折叠起来 follow的 demand需求要求 强 那个强求 要求 要求对吧 enjoy 啊 那个享受 buy 买 买 是买东西的买 study 学习 try 试一下 或者尽力 努力 ok 这就是 这些普通的动词呢 直接加上ing 就变成现在分词 好 有没有别的呢 当然有别的了 对吧 这种 如果是一个原音字母 加一个辅音字母结尾的那种动词 而且那个中音是在那个短原音 是短原音字母 sorry 这里写的没写详细 是一个短原音字母 加一个辅音字母结尾的动词 如果中音这个单词的中音 又是在那个短原音上 那这样的话呢 就要双写这个辅音字母 双写这个结尾的辅音字母 然后再加ing 比如说stop stop 你看 中音是在 对吧 stop 前面这些都是轻音 然后 那个也是轻音 stop 那个中音是在 这个上面 stop 这stop呢 不是stop 这个 轻辅音的着话 我们以前说过 对吧 所以它又变成多 变成得 所以stop stop呢 就是要双写这个p 所以变成stopping 对吧 这个就是 这一类的 这一类的呢 还有别的 对吧 看一看 第一个 也是第一个 中音的 第一个 双写g 然后再 再加ing digging rob 也是 rob 所以中音的叫o rob 双写b robbing bag 双写g bagging begin 双写n beginning sit 双写t sitting run 双写n running tap 双写p 那个tapping ok 但是要注意fix fix呢 虽然是 短缘音 加 辅音字母 结尾 对吧 是不是要双写x呢 不对 你看这里 一个辅音字母 不是两个 ok 这个fix呢 fix 这个你看x 它是读成 可是 所以可是 那是两个辅音字母 在它的那个读音里面 英语是更注重读音的 所以呢 就那个 在它的读音里面 它有两个原因字母 克式 所以以克式结尾 那当然就 不能双写x了 对吧 你不能克式克式 对吧 那克式太多次了 那能吵死人家了 所以呢 就直接 加ing fixing fix 就变成fixing 各自是翻译成中文 什么意思呀 stop 停下来 或者是人家停下 要求人家停下 rob 抢劫 ok 那个 begin 开始 run 跑 跑步 那个 第一个 挖 挖祖坟 那个挖 挖一个洞 第一个 第二个 乞讨 那个 sit 坐下 tap 轻轻地拍 轻拍 轻拍 肩膀 轻拍 tap fix 修补修理 你看 就是这样的 这就是 这一类 这一类动词 要变成现在分词 就这样干 要双写 后面最后面 那个 辅音字母 然后加上ing 这种 这种是这样干 还有 还有什么呢 这种以 辅音 一个辅音 然后呢 后面又有一个 一 结尾的那种 动词 就比如说 hope 你看 辅音 加一 结尾 hope 然后要变成 现在分词 怎么变呢 就要把一 去掉 然后再加上ing 所以hope 变成hoping 但读音 不变 hoping 不能读成hoping了 读音还是不变 这个还是读o hope 变成hoping date 变成dating 不是dating 如果是dating了 那就这里要双写T了 对吧 所以他读音不变 date 变成dating write 变成writing 不是riting了 对吧 不是riting 是writing 还是writing 还是读i injure injuring 对吧 injure injuring 就是用 辅音字母 加i 结尾 加e结尾的 就这样 把e去掉 把e去掉 加上ing 原先的 原先的 单词的读音 不变 好 这个 以 i 一结尾的动词 以 i 一结尾的动词 要 如果以 i 一结尾的动词 你直接加上ing 的话 那样很丑的 如果你是把e去掉 然后再加ing的话 也就变成双i 也很丑 所以他就要这样 把i改成y 然后去掉e 加ing 这稍微复杂一点 对吧 die变成dating 这个line变成lating tie变成tying OK 这类比较难记 要记住 你使用次数多了 就记住了 不管 你使用超过100遍 200遍之后 肯定你就记住 好 各自翻译成中文 是什么意思 hope 希望 write 写 写东西的写 写下来 写字的写 date 这date是干什么呢 约会 男女生约会 就十几岁 十八九岁的男女生约会 那就是date 当然了 这个跟年龄无关 就总之一个男的 叫一个女的出去约会 为了谈恋爱的 那个约会 那个英卷 就是什么 伤害 受伤 然后这个 待死亡 赖躺下 或者撒谎 等等的 然后 这个什么 tie 捆起来 就用比较细的绳子 捆起来 绑起来 绑起来 捆起来 好 就是这样的 这一类 这又是相当于是一类动词 它的限制分次是怎么处理的 您要知道 好 今天就讲这么多 谢谢 拜拜